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现在我们已经在哪一个 马伯卫尼亚应该是 这是一个 这是墨尔本的 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 不是特别市中心的地方 但是这个也算是属于一个 应该是郊区 对的 但是这边是属于一个街区 这边是一个 然后这上面前面我刚才看那个价格好像只要 就是蓝色的话只要25块 但它也不是纯粹一个barbershop 然后里面可以剪一些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剪头发的地方 但它写的是barbershop barbershop它就是一个蓝色理发店 它如果要剪女士的话就不正宗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前面是一个火车 今天上午我们做火车大概做了 三个小时吧 然后现在我们要拍一些今天关于咖啡的一些 纪录片啊 介绍啊 之类的 可以看这边 今天的天气有阳光还是很好 这边有阳光就跟我们国内藏区一样 有阳光的话还好 如果没有阳光就真的是非常的省 那就在这里开始拍吧 ok 这个店叫Card Terra 然后这是一家华人开的店 然后它是台湾人 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授客 他们这个地方我看是有两层的 然后一楼 一楼应该是他们客人的一个客座区 然后二楼我看我刚从那边看到应该是他们有放烘焙机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是现在就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 我可是想要做这个烘豆 然后跟销售 我们就常常有钱 饭怎么样 太棒了 太棒了 它这边比较熟 它是给我当助教的 它说这家熏牛肉是晚上 每天晚上都会去准备 就是饭特别好的 这个牛肉确实是 但是你没有吃完啊 我把牛肉吃完了 哦 牛肉吃完了 对 因为那个量还比较大 早餐我也没吃完 对的 三文鱼是怎么样 那个三文鱼 我觉得很棒 他们这边食材真的太好了 对 其实因为我 刚开始我觉得就是 我说这个厨房不怎么样 因为我看厨房 我觉得很一般 但是其实味道超出了 我的想象 他们这边 反而我觉得是太忙了 他们太忙了 其实有这么多人 然后里面全满了 然后我们在外面一个外摆区 这里可以晒到太阳 非常满 ok 你端上来有点 有点那个 我就会 我给你端嗓了 对啊 端嗓 作为barista这个手 绝对是不能抖的 我要拿着一个相机 我是这样端上来的 对 我是这样端上来的 妈也是不能抖 我相机要夹在这个地方的 咖啡师第一要素 手不能抖 你看你已经报备了 我是这样拿上来的 感觉还不错 那个现在我们吃完了午饭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干嘛 在这边旁边在 我们在给他们教课 在给他们授课 对 然后教课这些全部学生是都是什么样的学生 他们有一部分是咖啡师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在本地华人圈 然后也是教这些咖啡师做咖啡的培训师 基本上是进阶班的 对 就是进阶班 然后他们这边的拿铁上面是撒的什么东西 它们这边所有的卡布奇诺 上面全都要撒那个可可粉 和国内不一样 他们都要加可可粉 其实我觉得这几天喝的这个拿铁的跟国内差的太多了 他们的豆子感觉烘得很浅是吧 对的 他们所有的咖啡都烘焙都非常浅 包括我喝的所有的这些美式咖啡 非常浅非常浅 和你在上海喝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对 因为现在国内的话都比较深 他们都可能是想跟星巴克那样是欢迎的 星巴克因为烘的比较深是吧 星巴克是深烘焙 但他们这边真的很浅 你尝一下这个味道 你尝一下吧 尝一下Long Black Have a taste 这个有点偏酸有点浅 有点浅 对 国内的话 比较比较深 国内的很深很澀 这个就比较浅 这就是他们墨尔本本地的味道 是因为他们本地人会喝的比较多吗 因为他们这边每个人可能都会喝两几杯 每天几杯 所以说不能喝太多的咖啡音或者是太深的一些东西 这个有原因吗有关系吗 没有就是跟口味有关系 跟口味有关系 然后通常都是小杯 对 通常都是小杯 多少钱一杯 我们这个两杯的话好像是加起来一共八到九美元吧 那个奥到 八到九美元 对对 是两杯 我也不知道 我看见他找了我多少钱 我给他到五十块 然后他找了我 四十 我也没有计价 四十 啊 这是五元应该是 五十 五元 那应该是八块多 啊 没有 没有 这两杯一共加起来才四块多吗 对 这个是五元吗 五十分 这是五角 这不是五角吧 这不是五角 这应该是五元 这是五元 对的 这个是分 哦 这个上面写的是分 这是五十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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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啊 哦 这个是一元 美国最著名的歌手五十分的名字 五十美分 嗯 然后这是一元 四十一块五 四十一块六 一元 Dollar 对 四十一块六 哦 那就是这两杯的话就是八美元 澳洲的这些纸币上面的头像 都基本上会印上 呃 艺术家 政治家 歌手啊 这些名字 嗯 那它这两杯咖啡很便宜 比在上海要便宜的多 对 八块钱乘以四 三十二块 两杯三十二块钱 对 他们这边价格 三十二块钱 在上海一杯三十二块钱 哇 对 上次那天我在星巴克工厂 我点了一个哥伦比亚的 冰美式 冰拿铁 也在加一个 覆盆子的一个蛋糕 嗯 所以我一百三十八 嗯 哇 真的 它这个覆盆子蛋糕要八十八一个 嗯 所以说它这个咖啡真的是非常便宜 而且它的食物也便宜 他们这边应该就是 嗯 跟食材也有关系 中午你吃吃的它那些东西 嗯 就是看上去 然后也很新鲜 然后你吃上去 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爽烤 嗯 然后牛肉非常香 然后整个食材搭配的非常好 对的 然后下午我们就在这里 蹬客 然后还会拍一些 就是好看的一些片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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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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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